晚上好 馬上來看今晚有哪些焦點新聞 超市到底能夠售賣非必食品?國安會給出了答案 有媒體報導稱 國家元首將會在本週三會見各政黨領袖 但到底為何是?更多國內外新聞 馬上來看6月7日的百格大事記 晚上好 我是嘉訓 新聞一開始有疫情新聞 截至今天中午12點 我國新增5271宗確診病例 是自5月18日以來首度降到6000宗以下 全國累積的確診病例達62萬2086宗 另外 中國廣東從5月下旬出現了新一輪的冠病疫情 而且不斷地在擴大 中國專家在分析之後表示 這次的疫情形勢跟之前的完全不同 報導引述 廣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張周斌指出 這一輪的疫情有好幾個特點 第一減伏期短 第二傳播速度快 第三病毒再量高 但另外一點值得關注的是人身距離 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病中心 首席專家蔡偉平指出 最初染疫的婦女在病發之後到茶樓喝茶 即使跟服務生接觸的時間只有短短幾秒鐘 而且跟其他人相隔了好幾張桌子用餐 但無奈這些人都已經被傳染 因此他認為 如今的病毒在空氣傳播的距離 比過去所認為的一公尺還要來得更加遠 大馬全面封鎖已經進入第七天 但民眾的疑惑陸續出現 像之前的MIDI批准信 還有能否賣酒 以及超市到底能不能夠售賣 非必需品等 都讓人一頭霧水 這幾天 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了超市 生活用品連鎖店 以及便利商店的文具區 電器區 拖鞋區等都被關閉的照片 他們就質問政府以及國安會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們也批評當局 矫望過正 接著走訪了首都孟沙一帶的商場及商業區 發現了各超市 便利店以及藥劑行 已經把非必需品拉上了封鎖線或裹上了透明保鮮膜 但每一家的商店所封鎖的物品都各有不同 對此 國安會總監莫哈默拉賓巴西爾 接受新州日報訪問時說明 雜貨店和便利店等可以出售店內的任何商品 至於因此接貨罰單的商家 總監表示將會以個案處理 他也解釋說 可能是執法官員 當時沒有說清楚而產生了誤會 這次的全面封鎖 政府允許民眾 在指定的時間內外出跑步 然而近期有民眾在推特控訴 在住家附近不到10公里的公園跑步 卻遭警方開出罰單 對此 武吉阿曼內部安全及公共秩序部行動組主任 斯里古馬受審時就強調 在這段期間 民眾只能在住家外跑步 不能前往任何休閒公園 如湖濱公園等地方運動 而根據國安會上週二發布的防疫條規顯示 跑步或運動只是限於臨近住宅範圍 但沒有特別列明多少公里 接著 讓我們來關注吉打大臣試車的爭議 吉打州大臣莫哈莫·沙努西日前被網民拍照貼圖 指責跨州試車 疑似違反了全面封鎖行管令 不過主角今天就一再表明本身沒有試車 只是坐在車上了解新車的功能 他也引進句點解釋了試車的定義 провер明天已經 boil了解釋時間 一些嚴格 Because 車就會稍觸當壁 離走 Modern 跟停車Σ לüllt 通過 突戲 spans 泡100km 復 which 走 走 走 但逢 此外沙弩习也说明 事发的6月5号下午 他和司机跟保镖从亚罗市打出发 到吉隆坡出席会议 途中司机开入柔府汽车城 在商店购买食物 而他看到车行外停放了很多车子 于是上前跟销售员打了招呼 之后询问对方是否可以上车看看 沙弩西坚称 车行当时确实没有营业 他只是上前打招呼 也没有驾驶车子 他指事件已经交给了警方调查 一切对货错将会交给法律定夺 最后让我们把焦点转向政坛以及皇室 今天有好几家媒体报道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将会在本周三会见各政党领袖 透视大马引述不成消息指 国家元首将会从9号起 召见各政党领袖 但只有已经注册政党才受邀请 因此召见的对象 不包括前首相马哈迪 以及穆达的塞沙迪 不过消息人士并没有透露 政党领袖进见元首的议程 另一方面 当今大马蚁报道 终结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凯鲁丁声称 元首终于同意举行会议 而受邀的领袖包括了朝野 今晚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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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